這三個是否你的心意呢? 我很誠實地說是 你呢? 我這個人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這些陷阱的問題我是不會回答的 非常詳盡和豐富 大家拭目以待 一月就告訴大家 我真的替她辛苦 我想說我看她接下來的行程 因為冷靜的一月就要出旅團 我看她的行程是驚到 然後我就 嘩很密 我打算走了 我是你的走路 因為其實真的很害怕 你知道一月中 不不不不不 未知未知 一月就要出旅團 你剛剛過了一月 不是 一月一月一月 一月一月 差不多而已 還密過你 密過我的行程 因為我們要打MIRROR 這個重點在這裡 打MIRROR 這樣才進步 對 以前的女人是打MIRROR 是啊 其實我是不拒絕的 我覺得 為什麼要找MIRROR做假想敵 我們應該和MIRROR一起 共同進去 MIRROR夠厲害才會成為假想敵 我們是同一間公司的 都是的 我們要槍頭對外 這樣才有好氣氛 才熱鬧 我們是朋友來的 這也是真的 很無聊 你都不知道我們說什麼 隨便吧 不是 有新年願望 是啊 我想說 我想有一個苦年的新年願望 我希望 特地可以給老廷輝先生 聽到的 我的苦年新年願望就是 下年沒有全民造星5 但是什麼時候 令到你這麼有感觸呢 就是 不是啊 當然不是 我是一個很有creative的監製 我當然不會想不到 只不過是我覺得 就是在每一年 我的導演都很辛苦 全部certified 那 那 那 我覺得都是時候給大家休息一下 還有我相信我的腦 是可以創作更多好節目的 嗯 是嗎 我認同的 是嗎 我覺得 如果我又做什麼 全民選演員 那又辛苦阿Wing 是嗎 有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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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Wing會不會 一定會實現 哦 不會啊 我會搞好女團 那全民造星就交給監製了 當然是 我想說呢 我以前跟他玩 他經常都提 哎呀你很辛苦很多事做 終於輪到你了 我去玩 哎呀辛苦你了 哎呀 今晚誰的演出令到你最亮眼 花姐 我想說有亮 最亮眼 最亮眼都很多 譬如阿皎很厲害 那屏幕真的很厲害 最厲害就是他旁邊的人 跳也是厲害的 就是找了香港最厲害的人來跳 當然是厲害的 你看你有一點 還有 最要玩的當然是 MIRROR 哈哈哈哈 還有一些 嗯 還有我覺得有一些 我講話不要回答你們 還有一些參賽者 我是猜不到的 譬如Win Win 還有一邊啊 騷擎啊 心靈啊 就是 我沒有想過他們這麼厲害的 就是今次是厲害的 全都簽了 是的 全都簽了 好 考慮一下 就是Candy Candy 是我最初來 他是我最討厭那類型的人 就是花瓶 就是沒用 又不懂唱又不懂跳 只跳那個樣子 靠樣子那些 但是我覺得 我經歷了這幾個月 我覺得原來這個女生是 她很強大 就是 她不讓人看死那種 那個心很強大 然後一直努力 我覺得今天的表演不算完美 但是 我覺得是超出我的 飛躍進步了 是的 飛躍進步了 就是我覺得這個女生是 可塑性非常高 簽下去吧 考慮一下 MIRROR12人 你們覺得女團理想的人是多少 其實我一直都說十個來十個來 那今天呢 花姐呢 又重新提醒 原來她曾經發過一個夢 是八個 你的夢是八個 是的 因為我曾經發夢 就說 我旗下有一個很厲害的女團 很紅的 八個人 於是我就跟郝先生說 不如全民造星選女團 所以呢 我覺得你要令我夢想成真 是的 我也打算的 也是這樣 他說八個八個 20個選八個 不是 其實都是講一下 不是 只是講一下 是的 我覺得都未必是20個裡面選 是的 有很多可能性 前淘汰的那些都有遊戲 應該我們全部都會拿來談 因為我們都不想錯過任何一個 有可能性的人 是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們的比賽實在有些 遊戲規則很不公平 就是可能淘汰一些 大家覺得好的人 所以我覺得是 應該要在那裡 抽一些人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你會選誰 不過我覺得裡面有些人都是厲害的 是要 我們真的會重新審視去一切 對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